11月2日 第三代杂交水稻311号 恒南栓季晚道试验示范基地现场测产结果公布 其平均亩产达到911.7公斤 加上7月测得的早稻平均亩619.06公斤 第三代杂交水稻成功突破周年亩产1500公斤目标 达到1530.76公斤 当天一大早 测产专家团队便来到 位于湖南恒南县的第三代杂交水稻试范基地 简短的仪式过后 收割机便驶入田间开始积收 关心收成的杂交水稻支付袁隆平 通过视频连线时刻关注着收割情况 由于阴雨绵绵 收割进度并不是很快 下到天里的专家们一边拔齿测量稻田面积 一边组织人手对因雨情造成的收割机移收稻碎 进行实检和收割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位于湖南恒南县的 第三代杂交水稻的试验田 在我身后呢 收割机正在对今天要测产的 试验田进行紧张的积收 那测产专家们呢 也是到了田间地头来实检 收割机遗落下来的稻碎来保证测产数据的准确 从进种育央到插田灌溉 以及施肥病虫害防治等第三代杂交水稻伸展全程 都参与管理的恒南县农业农村局 高级农艺师甘宗恒告诉记者 此次测产的双季晚到于6月16日播种 7月14日到16日进行的移栽 8月末进入10岁期 9月6日进入7岁期 但由于阴雨时间长 气温偏低 一直到11月才进入最佳测产收割期 只不过今天今天这个损失剧 我现在确实一下 心里有点蛮紧张的 就损失太多了 如果今天贴晴的话 损失剧肯定不会这么高 就是又下雨了 所以这个收割机师傅也跟我讲 他说贴晴的话那跑得多 信心还是有 尽管雨天对收割过程造成了一定影响 但经过一系列严格的测产流程 专家团队在中午时分 准确测算出此次测产晚到的 平均母产为911.7公斤 同步获悉此消息的袁隆平高兴之余表示 下一步要将恒南经验进行推广 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贡献 我们下期再见